这个时候在开整个住户说明会的时候 住户比较多都会说 那我们这个顶楼的一个使用游戏空间 可能就没有了 实际上面来讲住户目前接受度还是蛮高的 五六年前因为一个示范计划 新北市这处社区装设包括风力在内 不同的绿电设备 最后只留下太阳能板 占据屋顶三分之一空间的装置 大概供给社区公用设施三成的电力 在日本以及部分欧洲国家早就强制规定 建筑物必须像这个样子增设太阳能装置 现在台湾也打算修法跟进 往后你所看到的天际线就会大大的不同 但这延伸出来的建制成本 要怎么样说服建商以及实施者来负担 可能会决定政策是否成功 现在在商北包括学校和公宅 都能看到屋顶重点 不是特别稀奇的事 但强制就是另一回事 吃掉了原来顶楼本来要做的很多的事情 譬如说逃生避难影响了这些功能之后 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效益 怎么样利用设计的手法跟太阳能的材料 而不是就以现在已有的系统硬式去推 这些疑虑也许有预防的空间 因为经济部虽然希望新规定明年就上路 但细节都还在讨论中 我们那个时候是无常取得 现阶段来讲 它也并没有太多的整个维护的成本 我们当然觉得OK 但是新的社区来讲我想 如果一开始要住民自己拿这个钱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你就在你自己的屋顶发电 那你就直接用减少了很多的这个输送电力的这个限损 二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常常屋顶会有漏水的问题 那如果说中央太阳光电板 你如果加了这个防水 其实可以大幅的减缓 其实好处是蛮多的 保护环境和电力稳定 当然都是刻不容缓 但理想说来简单 决心往往困难 东森新闻物餐线女士 琴琳麗珍在台北新北报道 想要全天后24小时收看新闻直播 敬请关注东森新闻官网 也可以手机下载东森新闻APP 让你掌握新闻讯息 快速又便利